陳主委早安 主委台語聽有嗎 沒有 沒有 是不是副主委上來當翻譯 翻譯 講國語吧 是國會殿堂 沒有啦 國家議員規定說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母語做國語 那我假如英語好 我講英語呢 可以啊 我聽有啊 我聽不好的講話 好 來 請教 上一個會期齁 上一個會期 我們有這個執順說 我們提供要有相關的提升定位的意識 那其中呢 我看到 今天在入部局 有八項這兩三十五六七八 但是為什麼 這八項裡面都沒有說到 我們要提升提供的定位的意識 想要請教今天 我們具體到底做了什麼 行為和動作 上個會期我有參加 對於這個諮詢強化 退出於官兵 敵我意識 我覺得這是一個多餘的 我們長久以來 反攻抗惡 絕對不會說是負攻 負惡 像我 永遠都是反攻 不需要再給我加強什麼意思了 你認為不需要 來 第一張 之前你在做 國防部長的時候 說到國軍的政 你說超過一百分 然後我們前六軍總司令 他說現在政要零分 你怎麼判斷 你的看法有 陳先生說 政力零分 你以前講一百分 超過一百分 我講超過一百分是我自己的表現 所以你認為現在是零分嗎 我現在 比一百分還多 比一百分還多 你現在說零分 你說不用增加 情緒的意識 結果有一個說零分 要走出來 你的判斷是怎樣 你覺得這樣發言到有心動 像這種新聞啊 不傳不信不聽 不傳不信不聽 來一下兩張 我們看中國媒體怎麼講 中國媒體起來做選團的資料 請問這個有判 通敵的行為他存在 你的判斷 因為我個人的 我個人的教育的背景 以及我對科學所理的信任 以及我對國際關係的研究 我完全不可能會說出 國軍政力零這個位 那你認為 因為你們接觸比較多 你認為他是什麼樣的背景 會說出這個位 像現在啊 大家都以草新聞為主 你認為他在炒新聞 大家沒有民粹 就沒有基礎 好 你把他的話 不要聽就好了 不要聽就好了 來我們看去年的榮光雙周刊 去年 鐵毛肥 英公雙手刊 說啊 我們的陳廷重啊 哇 各個士氣昂揚啊 這是我們的獎軍嘛 這是我們的最獎體 不聽不吵不看 結果你們給他看 這個是去年喔 他沒有講這個話喔 去年沒有講這個話 他是今年講的喔 副主委 他曾經表示過他要去中國 參加什麼研討會 有的沒有的 他從2008年開始就在講了啦 他從2008年開始就在講中國 只有統一 中國才有前途 退府會勸導無效 李文中副主委 當時出來回應的 說我會要求他 不要發表政治性敏感言論 你去年還在看他 他今天又出來講 你跟我說不講 不聽不看不信 我要怎麼信 榮民雙周刊不是捧他喔 榮民雙周刊是公器 不可以對任何一個人去捧 要捧就捧我自己嘛 不是啦 對不對 沒有這樣捧嘛 我剛剛也沒有講到捧 問題是我們就在看他啊 他的事蹟行為是足以表揚 他以前是卻有這麼做喔 他以前是卻這麼努力喔 他以前這麼努力 他現在變成這樣 不就退府會功能不張 不是我們退府會不張 他退府以後他有言論自由啊 他有言論自由 可以損害國家利益嗎 我們當兵是這樣教育他們的嗎 我不能去限制他啊 你不能去限制他 你不能教育他嗎 現在國家已經訂了法了 應該用法來治他 不是叫我去治他 可是你一開始跟我講說 強化退府官兵的敵我意識 是不需要根本不需要的事情 那如果你覺得不需要的話 是誰要做這件事 他在教育中間就有了啊 什麼意思 他在傳統的教育中間就有了 要愛住他民國 沒有啊哪裡有 有怎麼會講出這種話 那怎麼會我會講反共抗惡 你會講我支持你啊 問題是有一個退降 這應該是退府會的管轄業務吧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怎麼辦 把他放棄 把他放棄 不要聽他的話 對 去我的反共抗惡 好我聽你的啊 我聽你的 但我們確定一件事情嘛 這個將軍算不算 退府會的業務職責嘛 需不需要加強敵我意識 不是我退府的職責 喔不是 他的生活行為 他的延遲 不管我去獵館 退府會組織職責第八條 輔導退役官兵 輔導是他的就學就業 沒有叫他就跟著 跟著你的話去講 沒有 跟著我的話去講 對啊 是他講的 關我什麼事 是你今天提出來的 你不提出來大家都不知道 我不提出來大家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 你沒有檢討你俠下的將軍 講出這種話 你檢討我不提出來大家不知道 這倒因為果吧 要講反共抗惡我會輸你嗎 你講反共抗惡講吧 我講反共抗惡我支持啊 對那就好 我是中華民國立法委 我們現在強化國軍戰力 我們在研究退役官兵的敵我意識啊 那現在有一個將軍說他 他要去統一 我能夠講說他不對嗎 他不對啊他哪裡對 我把他不聽可以嗎 我不傳播可以嗎 好我們現在就是要確定 這是不是退府會的職責功能嗎 你上個會期 你上個會期跟我說你會加強 你這個會期跟我講 現在不是你的工作 所謂加強是他們自己在部隊裡面 就應該加強了 所以你認為是國防部的工作 那怎麼來得及呢 你認為是國防部的工作 對不對 這是學校就要開始的工作 我們有宣傳 我們有週刊 我們有很多的這個政策工具 是可以去做這件事情的 為什麼要排斥做這件事 我沒有排斥啊 你沒有排斥那就答應我們去做啊 我覺得這不是我們的主要任務啊 蛤 這不是我們的主要任務啊 這為什麼不是我們的主要任務 國家都沒了 我還跟你就業就醫就養 他今天 他說的話 被中國拿去做媒體宣傳 你應該要比我生氣啊 他一個人講的話 你看你們大家緊張得不得了 他不是一個人喔 他在現場 我們連立法委員都有在現場 這種事情你應該把他丟掉 你說嗎 不要理他就好了 不要理他就好了嘛 你到街上去問老百姓 哪一個人贊成他講的話 對不對 我就代表老百姓啊 我接觸了那麼多的老百姓 從來沒有老百姓跟我講 曾聽眾講的話是對的 我是很敢配你的這個愛國的理念啊 但是他是黃埔校友會 我不是黃埔畢業的 我知道啦 我當然知道 你是二級上巷退 可是黃埔校友會裡面講這種話 我還是希望退府會 能夠多加關心 我請問大家有站起來拍手嗎 他們是接著講啊 接著講而已嘛 沒有站起來拍手嘛 不是啦 他講完吳思淮也有講 我們就不用對細節去講那些東西 所以我說啊 報告委員我建議你這事情不要再問了 為什麼不理他 不是沒事了嗎 我不這麼認為 我認為我們要加強這個敵偉一式宣導 我還是堅持我的這個一開始的講法 而且這是你上會期答應我的事情 我希望能夠在接下來的這個日子裡面 可以看到具體的作為 可以嗎 欸假如委員這樣要求 我們就來試試看啦 好 剛剛有提到說當兵的這個過程喔 只要退府會的功能是要讓他們相信 當完兵之後我們都會照顧他啦 但是喔 這個前一陣子我介紹一個陳情案 其實他們也已經在社會上運作很久了 那他是關於因公治病治傷產的一個相關官兵照顧 那其中呢他有兩個狀況喔 第一個是他的法條 退府會 齁跟農民證的這個內容不一樣 那 這個是不是 救養處處長立宜剛 好 那第二個狀況是他的這個身心障礙救養標準 其實跟我們一般國際組織認知的 或者是我們說保險業者認知的等級不太一樣 那是不是可以就這個狀況先說明一下 你們現在理解這件事情的進度如何 謝謝委員 之前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現在的身心障礙基準是依照國軍產等基準的二等工產以上 幾乎大概是比照這個 他要上市工作人力的話 才能符合我們救養的條件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正在做修正 在就是跟委員講的一樣 我們要用比照衛福部的這個標準 我們現在這個法案正在行政院 好這個是你講的標準喔 但是我還是一樣有法規的問題要請教一下 我們在這個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條例的第二條第二款裡面 有一個服軍士官士兵役因作戰或因公治病 生計艱難需長期醫療及救養者 但是呢在退出一官兵救養安置辦法的第四條裡面 好我們把這個無法工作跟需要就醫安置這兩句話拿掉 生計艱難需長期醫療或救養這句話拿掉 然後到農民政申請的時候呢 這句話又出現 可不可以告訴我你們的具體到底哪一句話 才是你們的標準 我們就是依照我們的身心障礙基準 符合這個基準的話 我們就認定他是生計艱難 基準是一回事喔 但是生計艱難你這三條類似的法律 你兩條有一條沒有 那是不是這個法條的部分也可以做內部這個 嚴你統一一下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那另外基準的部分喔 這個大概還要研究多久 其實我還是要講 我認為因公治病之上的這些人 都是服從軍隊的命令產生的 當時他們來成請的時候 有的可能某個關節沒有 或者是眼睛不方便 那些看起來都是我們需要非常照顧的對象 可是他到現在還求助武門 我講一個很簡單 你看他的視力 我們原本的標準是 一眼0.05以下 另外一眼再0.1 那我如果是空關 你也知道我眼睛很好 我不小心少了一隻眼睛的時候 我還沒有辦法 我如果少了一隻眼睛是不符合這個標準的耶 那這個不是今天才設定的 這個已經很久了 我要一眼失明然後一眼0.1 這樣子才有符合你們的結果 我們標準 你不覺得太嚴格了嗎 謝謝委員 這個我們下去會再做檢討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放寬了 那比照衛福部的基準 我們現在標準 現在已經送在行政院在研議當中 那比照二等禪的幾乎是二等 以前二等禪的基準 好再來麻煩你們 我從現在的這個標準面 從等級5到等級9都有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正常的標準 那同時還是謝謝各位主委副主委 還有幹部們 還是很重要啦 那個是你們的人你們要管啊 希望給我們鼓勵鼓勵 我們好辛苦喔 我一直很支持你們啊 對啊可是你不能讓 狹下的這些將官士兵 去講這些話 這個真的聽不下去啦 拜託啦 謝謝市長 謝謝